就化入萨爾周恩的二氧化暖式 變成一個低能位的材料 所以要把它轉化為甲醇 或者是別的東西是需要能量的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 太陽照著地球 很多植物經過礦物的作用 在植物的成長跟消耗一直在做循環 但是我們現在問題是這樣 從工業革命發生之後 人類社會就脫離了太陽 挖地底下的這個化石燃料 就拼命燒 到現在80%的能源 是從地底下的化石燃料來的 也就是在這能量啟用的過程中 換出了很多很多多氧化暖 也不是陽光經過光分中 就能回收過去 回收下來 所以一直在增加 植物的成長 白天吸收陽光之後 是樹木啊 稻草啊 早在成長 往上放出的這個二氧化蕾 相對的是很少 你如果量二氧化蕾 從夏秋冬 它是會 濃度會變化 北半球 夏天 光的作用很強 那麼二氧化蕾就往下走 它的空間就上升 這個時候你到南極去量 因為南極沒有這個光的作用 二氧化蕾的濃度差不多是一樣的 現在能力的問題是 我們從地底下挖了幾億年 太陽在地球上隱藏的能量 像白箱一樣 一直就用用用用 結果改變了我們的環境 所謂現在 要做的就是要 脫離20能量 每一道太陽的白箱 我們才有希望